字幕主持人 第四集 再来到我们《智者不华》的第四集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David 亦是今届的LGA会长 坐在我对面 今天我们有一个大家都应该对他 完全陌生的嘉宾 龚宝林先生 大家好 大家招呼 大家好 Paul 虽然大家都很熟 但也要在程序上介绍一下他 长到不得了的视频 就是我们冬企基金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从事金融业超过30年 你的样子真相似 谢谢你 亦担任了很多我们在中国、台湾、欧洲 及不同地方的基金公司的高级高闻和要职 Paul 亦在2000年的时间 与业界精英创立了《香港财务策划师协会》 这跟我们很有关系 IPHK 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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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已经很了解了 2017年也创立了 亚洲金融科技协会 Fintech 今天更进一步 2019年 你又创立了 《环境社会与企业管治基准学会》 即是Benchmark 今天亦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ESG 对吗? 对吧? 这样说一下Paul 近来 其实你知道 我们现在在新闻上来说 最流行的 听着什么呢? 就是联合国在开全世界的高峰会 是 在谈谈天气、谈谈环保 是 今天我们大家都穿多了 因为今天我们这些 应该是入冬以来 可能是成为最冬的一天 是 暂时来说是 昨天我们看天气报告 我们天气报告 天文台和我们给予了一个警示 可能今年的冬天 是会相当冷的 是不是? 全球的冬天 可能今天受到我们的 厄二尼洛现象影响 也可能有的 应该有的 所以这些南园或什么都贵 其实我们不用说什么了 这个肯定是和我们今天的话题 很有关系的 是一定是 和ESG有关系 这里是这样说的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本身的补协是来自补协业 是 其实这个USG 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 是什么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 什么是USG 三英军字是什么意思 E大家都知道 因为你所说的 是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 是環保 是環保 s 是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 企业管治 Governance 就是government Governance 就是管治 所以这两个就是ESG 其实ESG有很多类似相关的意思 有些是有sustainability 即可持续性 因为ESG最重要是可持续性 也有其他社企 有big corp 有很多各方面都类似的 大家都听过 但是ESG就比较全面一点 现在最多人说的 尤其是因为香港交易所 已经在去年强迫性 就要出ESG report 在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要做的时候 就变成了 除了你可以看audit report 你可以参考 ESG这间公司 究竟在这方面做得如何 刚才你说的气候高峰大会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其实很多企业 面对气候的变化 其实有很多风险 例如油价 可能要高 你发掘的时候 或者甚至现在叫pandemic 都跟这些有关系 突然停止了value chain 供应链 就变成了影响到很多人 也有些药 很多方面 大家看到 什么的价格都升上去 这变成了影响了生活 以及电 煤 其他各方面都影响 所以很多企业 面对很多这些事情 原来以前我觉得很简单 其实就会影响到生命 影响到你的生活 会改变 甚至影响到你的投资回报 这也可能和我们 过往几十年 我们全世界 我们香港也有参与 大德国经济 可能放第一位去发展 是吧 现在似乎 第一位就不在这里 第一位就是股东利益 公司赚不赚钱 但是现在除了赚钱之外 就要做这些ESC的事情 令到公司中长线都会赚钱 即是持续性 否则很多公司 大公司都知道 籃筹公司 慢慢离开了籃筹 为什么呢 就不能持续性 都相当旺盛 增长都不介意说 即是不介意说 都是倍升的 可以这么说 你问我们 我们和客人 即使我们要选择基金 也不太介意 我们首先要选择一个EPS 即是你所说 Earning Per Share 究竟这间公司 现在的股 在排行多少 你才可以去买 那会不会 我又很担心 假设公司 所谓ESG的时间 过分说成本环保的时间 会影响公司的表现 不过它一定会 其实短暂来说 是会影响的 影响到EPS 其实EPS 永远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买它 你也是想赚钱的 只是在中线赚钱 短线赚钱 中长线赚钱 即是赚得稳 赚得久 赚得多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 就是要你做ESG的事情 ESG的事情 就是说 你将这些东西 放在你中长线的目标 而能够令到你的盈利 因为ESG受惠 最终 令到它的盈利 是保持增长 就不会一时短的时候 好 接着就落 EPS 来说 便会变化得多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以及ESG 现在最重要的是 S来说 已经有很多东西 除了你说社会的责用 对所有的stay holder 即不仅是share holder 不仅是员工 客户 很多东西都很重要 政府就说透明度 透明度已经不说了 因为你的stay holder 不仅是股东 你要是全世界人都知道 所以你看Elon Musk 就是Tesla 他所有的东西都在Twitter说 Twitter说了 他员工看到 政府看到他的东西 无论你喜不喜欢他 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投资者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的顾客 又知道他在做什么 在想什么 那你的透明度高不高 快不快 那这个就是现在 在做的东西的模式 是这样的 那些客户才会喜欢你 就像Tesla 你车都没有 我就已经给你了 你的股票 没有赚钱 我就买你的股票了 你的Bond 你都没有赚钱 你就出Bond 那你说Bond是怎样 Bond是要赚钱 才能赚钱 你没有赚钱 我都买你的Bond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就是符合Esc 新经济的模式 所以就令到有人信心 他这个是很成功的 然后现在所有的企业 就行这个 我不用 我目光远大vision 我真的逐步去做 那你相信我就一直去做 我透明度一路交代 总之我一直在进行 有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 你明白 知道 你便说很清楚 这个我又想起 我们当时在2015年的时间 我们欧洲有间很大的车厂 是的 就是Volkswagon Volkswagon 应该是Volkswagon 应该是Volkswagon 对 它好像当年发生过丑闻 被人揭发了 排放量 好像造假 对 令到整个公司管理层 都好像要大执位 是的 美国罚了他的钱 是吗 因为他其实 就像你所说 成本大 为了不想 那么短期牺牲的利益 因为有时 很多短期的管理层 他最重要是看股价 股价是看盈利 他会分多少bonus 或者其他东西 他可能要做马 做马就变成了出事 其实还有这件事之后 也有Ycard Ycard就是去年出事的 就是德国最大的金融科技股 在蓝筹里面 原来CEO是欺骗的 做了十几亿 几十亿的钱 是假的 去了菲律宾 没有 最近还有一个 德意志银行下面 有个subsidary 他就有一个ESC的员工 爆了出来 这一枝原来是美丽的报告 完全没有做到的 爆了它 说它是Greenwash Greenwash的意思是 票绿 票绿就是假扮绿色 票绿就是没有了 没有假扮 露出尾巴 不知道我们这些监管机构 是不是真的在票绿 最近提出了 我们叫做绿色金融 是不是 也有什么呢 我们所谓的绿色保险 去做的时间 据我们所知 好像现在我们的NPFA 都好像将来 我们的基金选择里面 必然有所谓的 ESG的成分 是不是 是 那从你的专家角度看 其实这个ESG对外于 金融业 尤其是保险业 你觉得我们的影响在哪里 绿色金融 为什么有绿色保险呢 其实就是 因为你做绿色要代价 要投资的 所以要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就是 你发债 发股票 如果你是做到绿色的 比如五年十年的计划 比如Tesla 他就是电动车 就是环保 那你就会 投资他的股票 那些股票的股值 会高些 发债 就像说 他未赚钱 你都可以发到债 但是如果真的发到 债券的利息很低 比别人低 那这个成本便便宜了 那你是绿色保险 你以后 你们的保险公司 可能如果你是绿色的 做得好的时候 你买保险也比别人的费用 那就变成了鼓励很多绿色的企业 将来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绿色方向 跟保险公司的关系 我又听到了 那你猜一下 跟我们保险中介 有什么关系 保险中介 就是中介 都是公司的一份子 我对它们的产品 是的 那这些产品的绿色 是不是容易卖一些 便宜一些 但可能会影响 你们用的 可能公司 为什么呢 绿色呢 就是保险公司 又会投资 它有些保险收了些钱 它也要投资 它也是投资绿色的东西 更多的 環保ESC的公司 那这方面 就是你整间公司的形象 保险 都是ESC的 那就是说 它借钱容易一些 它的股值高一些 那你们 买他们的股票 是不是 那你们很多 那些保险公司的保险 升得很好 那些保险公司的 那变成了 那边又赚钱了 是不是 那些客人又喜欢你 因为我说Tesla 如果这间保险公司定位 有很多人 我喜欢ESC 我喜欢环保 我喜欢其他东西 我会买你的保险 多于其他公司 如果是保险公司 它未能做到这一件事 那变成了 亦能帮助你的中介 对的 当然中介人 亦都可以做很多ESC的事 我们有的 你们做很多事 先买广告 好 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买广告 其实我们的保险 也真是很讲义 是 对的 个人也做很多 严格来说 我们现在的17000会员 我们的用户量比前兆 少了很多很多 我们差不多都是 paperless 很多东西都是什么 今年我们投资 两个七位数字 进入IT system 目的都是希望 尽量减少将来 我们用户的需要 卡片也是 对的 现在基本上也是 我都没有派卡片给你 对的 没有 另一方面在哪里 在我们在保协和保协市基金会 近十几年 一直在推动一个 我叫做保单捐赠 我都听闻很久了 我都觉得是很好的 很有创意的想法 这个创意得来 其实我们在说的 人物是多少个亿 再加上 其实空间也很大 我们在1400万奖 保险单 每人取得1% 那一就是我们的标志 对的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保险业 回继给我们的香港市民 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是 而另外 我想在管治方面 我们今年也是 会修改我们很多 对外对内的行政政策 对的 对的 广告时间就完毕了 问题一样 那边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在未来的阶段 你觉得保险公司将来 在整个整体的ESG上 会采取什么政策呢 我觉得保险公司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为什么呢 在企业来说 是一个中长线 是一个中长线 不会短线做得到的 保险投资是说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资金 所以它在推动ESG的方面 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保险和退休金 强资金 或者主权基金 国家的钱 如果普通基金 在说一两年 ESG的目标的客户 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如果退休金 30年的有什么所谓 20年的 保险也是在说这么久 那它们最主导 整个世界的ESG 或者地球的环保 能不能降到的1.5度 其实很多时候 就靠保险 靠退休金 走先的 其实在全世界 都是退休金 大的退休金 保险公司 政府 政府主动就是政策 再加主权基金 走先的 如果没有这些 我觉得还很难走 你看 二十个公园 都是要捞大家 一起谈 不过 印度说 要改到2070 2060 那我们早就说得挺好 对 没有改到 很清晰的目标 很不同 不过朋友们 不要以为 我叫ESG 距离你很远 尤其是我们的行家 大家都知道 未来的一些投资产品 一些投资商银产品 据我所知 我们的监管机构 都应该定下了 一些ESG的要求 一定有 现在已经有很多基金 已经开始有ESG 所以大家有一件事 留意一下我们的频道 对吗 要多看的话 大家就更加高专掩触 去看我们中间的行业 将来的发展 对 和你的客人也可以沟通 什么是ESG 他将来会问你这几个字母 绝对 你不要只口口口口 这两个英文字式 是的 今天很感谢 Paul今天上到我们的 OUA channel 保育频道 和我和大家解释一下 ESG和保险业的关系 其实Paul 今天是第一集 我们还有第二集 第二集 更加会深入探讨 ESG和我们将来的发展方向 如何做法 记住 如果大家要继续看我们的频道 拿到我们更多的消息 记住给我们一个like 关注我们 还有分享给我们的朋友 下次大家再见 多谢Paul 多谢大家 拜拜